我的体重没有什么不好公开 但是B有点尴尬 今早A我已经要选B了 可以啊 只要你们不要浪费 我选择催失一跳 罐头三千问 当红爱豆真心话 三千问题大冒险 鱼罐头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原版 罐头大作战挑战规则 随机抽取一个饼干 饼干里面有问题 读出问题并完成 我们来挑战一下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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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我看到了 你见过的为了变帅变美 做过最努力的事情 拍半世蜜糖半世商的时候 是高汉宇的 高老师 是一个在健身方面 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包括萧燕当时也是 疫情期间 我们不是有停工了 一个多月吗 然后每天下午 他们都会按时去健身房健身 有的时候也会脱上我 但是 我比较懒 所以没去过几次 但我会跟他们一起跳舞 但是 高老师真的是非常 在健身方面非常的刻苦 非常的努力 就是保持身材这一方面 模仿一下 见到过最疯狂的男粉 我没有什么男粉 可能最多的就是喊喊白露吧 白露 白露 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下一个问题 对镜头 用三种情绪表达 我好想谈恋爱 我好想谈恋爱啊 我好想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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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了我北云的心声 看到路人发的很丑的路透图 怎么劝删 我对这些其实没有很在意 既然这样 我们就再抽一个吧 爆料三个不为人知的圈内好友 好像我所有的圈内好友 大家都知道啊 第一个 装定心 我刚才去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 如果还要两个的话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认识的话 应该是费启鸣 然后刘仙宁吧 就是大家没有在公开场合认识 就是私底下认识的 好了 那这个环节就结束了 A 刚点的外卖被误拿 B 新口红被摔断 不 那我外卖被拿了我还要等很久啊 我不行 我就是以饿就要吃饭了 A 单纯微柔的笑花 B 笑傲江湖的女侠 我听到A 我已经要选B了 无法温柔 A 一个人看鬼片 B 一个人去鬼屋 What 等一下 A 我选择催十一跳 催十一跳 十一跳 十一 A 十倍辣的火鸡面 B 十倍臭的螺蛳粉 那还是B吧 十倍辣真的 我第一次吃火鸡面的时候 我放了全包的调料 真的有辣到味道 我觉得就是B A 录节目暴露真实体重 B 舞台上表演假发片掉落 我的体重没有什么不好公开 但是B 有点尴尬 如果让你给自己 选一份相亲简历的话 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你好 我叫白鲁 其他的资料请你去摆读 如果和朋友聚餐要你亲自下厨 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我可以啊 我可以啊 只要你们 不要浪费 就全吃掉 这才过去 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收到过最不符合你人设的一个礼物是什么 前两天有一个采访 送了我一双水晶鞋 还有可以变身的仙女棒 我还是要用计划 所以我是不是会变身 先来 因为最令人的礼物 每次的上面 都没有尝分